完胜辽宁韩德军 2019年南岸世界杯 他将取代一届连城首发中锋打前锋 是的没错说的就是胡金秋 8月16日2018年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在深圳继续进行 在其中一场比赛中中国南篮篮队最终以61比68布迪托尼斯遭遇斯杯首场失利 数据方面胡金秋得到全场最高的14分和11篮板胡明轩12分 周鹏11分韩德军11分5前只得到6分 在这场比赛中来自浙江广上的年轻内线胡金秋 展现了自己年轻又活力的特点 运用自己灵活的步伐多次在内线得分 而且在防守方面也很强怕全场拿到拳 对最高的是一个篮板无奈其他队友不给力 最终不敌突尼斯年轻的胡金秋经过几个赛 记得西里已经更加成熟 有球迷都说他是靠福特森吃饼数据才好看 其实胡金秋一直在努力中 尤其在上个赛季CBA总决赛最后两场胡金秋分别砍下18分13篮板 26分1 雷篮板两双数据虽然没能帮助球队取胜 却对辽宁队的韩德军完胜对此有球迷评论道 有好后卫他能更厉害 可惜蓝队后卫都是渣 这只蓝队本来就阵容不整 实力乏善可陈 对面是非洲冠军 蓝队确实也疲惫 突尼斯也要倒时差 输球确实也正常胡金秋 对队友的传接球一点不默契 事物很多 一间连之后再无中国南蓝 南蓝2019 最强阵容如下胡金秋、周琦、赵延浩和丁燕宇航二人轮流上下 分为郭艾伦、主、控孙明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